时间过得好快好快 今天的你已经成年 回首晚事 仿佛就在眼前 第一次坐着公交车去外面 你问我 妈妈我们要去哪里 那种天真好奇的眼神 成为了我们辗转于各个 培训教室的开篇 还记得你第一次 在公交车后面换衣服 写作业 吃炒粉炒面 从一开始的不好意思 到后来的渐渐熟练 这些在公交车后座 多字重复的 看似简单 但真正却难以坚持下去的事情 幸好幸亏我们坚持过来了 嗨 感觉太多的第一次 伴随着我们都还没走远 曾经的一桩桩 一件件 一幕幕 感觉都还在昨天 可谁知 可谁知 转眼间 你已经成年 已经进入了老爸老妈 那个时候 万城莫及的大学校园 十八个春秋冬夏 付出的是辛苦 历维练的 历练的是成长 收获的更是幸福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也因为对你的陪伴 而更有意义 我自豪 但我更幸福 老爸和你老娘都挺高兴 也挺欣慰 今天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老爸还是想 把以前经常跟你念叨过的一些话 挑几句来作为你的成年 希望能伴随你成年 第一 做人做事 永远不要去比较 因为 只要你产生这个念头开始 你就已经输了 第二 永远不能把自己 太当一回事 更不能把别人 不当一回事 其实 这两句话呢 是老爸从09年到16年 就经常跟你念叨的 一开始 老爸是想着 不管你能不能真正懂得这些意思 但只要经常在你跟前提起 念叨 你听多了 自然也就能够去慢慢体会 慢慢理解 幸运的是 你也基本上都做到了 并且一直努力地在做你自己 这些品德 今后不管你走多远 飞多高 无论环境如何 无论经历什么 你都永远不能放弃和改变 今后的日子 在警记老爸老娘给你那些念叨的前提下 只管放心地去飞 飞累了 就回家 回来陪奶奶 不满一满 陪老爸老娘 多聊会儿天 休息好了 再出发 选择了这条路 就把它走得精彩一点 结婚 你永远都是老爸老妈的大骄傲 加油 快乐 麻烦 爬上 等负niejsze 走得太多 绿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